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值得一说的是 女神拍摄的环境并不是室内 而是在零下八度的户外 果然美丽都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从照片上能够看得出来 柳妍的手指已经被动的通红了 在这样的温度下 人们裹着棉袄都怕冷 更何况只穿着一套内衣呢 大家都只看到明星在镜头面前光鲜亮丽的样子 却不知道他们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承受多大的压力 即便已经这么冷了 他仍然耐心完成拍摄 可见柳妍的敬业精神是值得网友点赞的 很多人都觉得能够拥有这样的身材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但是对于柳妍来说 这并没有为自己的事业起到推动作用 反而遭到了很多非议 就是因为柳妍的身材太好 很多小伙伴都容易把焦点都放在外表上面 而往往忽略了她演员的这个身份 也忘了去关注她的作品和演技 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 当主持人问到 她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性感的人时 柳妍直接回答表示 我顶不住性感的这个标签的起始 这已经不是柳妍第一次在镜头面前这样大方谈论自己的身材 但不变的是 每次她都表达了自己对这个印象的抗拒 她说在目前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尤其是对于类似于女艺人的公众人物来说 自己不适合过度的性感 也不想做一个能被人调戏的柳妍 其实对于她这样的先天优势条件来说 完全可以走性感路线发展的 但是这也只会让观众停留在喜欢的层面 而无法上升到欣赏的高度 柳妍一开始凭借着顺畅的口播和不错的专业基础 在主持行业做的小有成就 后来又因为热爱转向表演行业 开始接触并转型成演员这个身份 但是无形之中被观众贴上了性感的标签 也伴随了她很多年 但贴标签对一个女演员来说 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她发展的维度 而这也给她带来一些困扰 尽管有很多人会给予一些赞美之词 但是也有很多来自外界不友好的声音 这需要她拥有很大的承受能力 才能够正确看待 这些年来的评价 尽管好坏参半 但是柳妍仍然选择努力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她希望观众能够更多地看到她的演技 而不是仅仅靠着好身材出拳 事实证明她真的做到了 在与大鹏合作的电影《受益人》当中 柳妍的演技获得了人们的肯定 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柳妍 她在不停地改变 口碑也在不断地变好 她会用更多的作品跟大家见面 并努力摘掉自己身上花瓶这样的标签 作为观众的我们 也应该学会尊重每一个努力的艺人 并更多地关注他们呈现出来的作品 And 她走了她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